咱们来谈一个有意思的话题 那就是古代的游戏 咱们中国作为文明古国 几千年历史传承 在历史上出现过的游戏 那是数不胜数的 出于对审核的尊重 咱们今天就着重谈一些 比较健康的游戏 什么叶子牌 出仆 上大人 赤鸡 白狗 这些咱们就不说了 估计大家也不爱听 咱们说些健康向上的游戏 要说健康的游戏 那就不得不说 意志醒脑的游戏 棋类 而人类现成最早的棋类游戏呢 应该就是咱们中国的围棋 围棋的历史非常久远 按照传说 围棋的发明者是姚帝 已经有四千多年历史了 几乎和中华文明同岁 即便按照文献记载 先秦的文献里呢 围棋的记载就屡见不鲜 只是那个时候不叫围棋 叫义 大概到了东汉的时候 就有了围棋这个称呼 说文解字 解释义字 就说围棋也 在先行 除了围棋之外 还有一种已经失传的游戏 叫博 博相对来说 运气的依赖程度会大一些 需要用到头子 博弈往往并程 原意呢 就是指围棋和博戏 后来呢 用来泛指游戏 孔夫子有句名言 整天吃饱了饭 没事干 也没啥思考的 这怎么行呢 你哪怕去玩玩游戏也好呀 论语的原话是 宝石中日 无所用心 难以栽 不有博弈守护 为之由贤乎已 再之后呢 博这种游戏 就因为偶尔涉及金钱 被人们认为不雅 所以呢 博弈这个词 专门只在下棋 到了现在呢 博弈引申为 为了争取利益而斗志的意思 另外呢 下围棋的时候 棋盘上的形式 古人称之为局面 随后呢 局面这个词就引申为 事态形式的意思 但是古代围棋 和今天的围棋 那是不一样的 在1952年 河北望都一号 东汉墓里面 就发现了一个 实质的围棋盘 这个棋盘呢 是17道线 也就是说 整个局面是17乘以17的 这个和今天是不一样的 咱们今天的棋盘是19道 也就是说 东汉的棋盘 比咱们的今天的棋盘 要少两道 那么再早一些呢 可能棋盘会更小 也说不准 差不多到了 魏晋南北朝 咱们今天的19道围棋 就已经出现了 而且古代的围棋 规则和今天 也是不一样的 咱们今天的围棋 开局的时候呢 七万二没有子的 而中国古代的围棋 开局前 先在四个脚心的位置 交错放置 黑白各二子 这个叫做子 所以这种围棋 游戏规则呢 也被称之为 做子制 这种规则 起源于何时呢 已经不可考证了 至少 目前发现了中国古棋府 基本上都是做子制 后来到了日本的江户时代 相当于咱们中国的明末和清朝初年 日本围棋 废除了做子制 到了民国时期呢 咱们国家受日本文化的影响 也废除了做子制 相比之下呢 象棋的历史就短很多了 咱们今天的象棋呢 其实宋代才出现的 唐朝的时候也有象棋 但是根据一些线索来看呢 当时的象棋和后世差别很大 唐诗记载说 天马鞋飞杜三指 上将横行细四方 自车直入无回墙 六甲四地不乖行 上将横行细四方 应该指的是将军的行动有限制 后一句指的是 车可以横中直撞 这个呢 到这个现在没有区别 但是天马鞋飞杜三指 按照今天象棋位置 马走日子步 怎么看也不像 唐朝象棋的马 反倒更像今天的国际象棋的马 然后呢六个兵只能一步步的走 不能走斜路 今天的象棋是五个兵 而国际象棋是八个兵 唐朝象棋呢 建于两者之间 甚至根据记载呢 当时的棋子也很像国际象棋 唐朝呢有个传奇故事 说是一个书生呢 住进那股古房子 结果呢 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情 就是他经常梦见两个军队打仗 一个叫天罗军 一个叫金象军 后来呢 书生的家人挖了这个房子 发现了一个古墓 古墓里最重要的陪葬品 就是一副象棋 棋子皆金铜成型 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呢 当时的象棋棋子 是有立体的形状的 而不是咱们今天 只用一个汉字 表示棋子的身份 而且根据这个故事判断呢 当时的象棋棋子没有炮 到了宋朝 咱们今天的象棋规则 才被确定下来 那么这就有一个问题 咱们中国的象棋 到底是受了早期 国际象棋的影响诞生的 还是咱们国家 独立发展出来的 这个呢 说实话就见仁见智了 各种观点都有 不好说 下棋是比较方便的游戏 一个棋盘加棋子就能玩了 除了这些之外呢 古代还有丰富多彩的体育游戏 比如说猝鞠 猝鞠是足球的 哎算了 这不提了 提了2000年了 还被人吵着要退钱 我实在是无语 再比如说 唐朝人喜欢玩马球 明朝人呢 喜欢玩锤玩 锤玩呢 类似今天的高尔夫 而说起古代 最重要的体育类游戏 那就一定要提一提摄理 摄理是一种以射箭为重点的礼仪 融合了比赛 礼乐和宴赢等等内容 用于选拔竞技 宴兵治理等等 孔夫子说 君子之间没啥好争的 要争的话就避避射箭吧 有了孔夫子背书 摄理呢 在中国古代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甚至某种意义上说 也是中国古代体育精神的一种体现 这种精神和西方的体育精神 有相通的地方 也有不同的地方 最显著的不同就是 咱们的摄理认为 赢那是理所应当的 你射箭射中了 那不是理所应当的吗 所以赢者没有赏 相对应的 败者是要罚酒的 一方面也是惩戒 另一方面呢 古人认为酒是养生的 赢者给败者酒 也是觉得对方不行 得好好的给他们补一补 简单说 咱们中国古代体育精神呢 拨了一份谦让之心 赢了 咱们要说啥 要说承让 逼格直接拉满 境界一下子就升华了 但是摄理这种活动呢 太烧钱了 要准备至少七把弓 二十八只剑 还要有剑把 算筹 其分用的啊 等等等等 更重要的是 需要场地 古代最高规格的大摄理 靶子和发射者的距离 是五百四十尺 推算一下 这个距离 怎么也有一百多米了 这么大的场地不好找啊 所以古代就诞生了 简化版的摄理 那就是投壶 古代呢 正式的投壶比赛和摄理是一样的 甚至礼仪和流程的高度类似 只是弓换成了手 靶子换成了剑弧 射箭变成了投制 慢慢的呢 投壶更加简单化 成了一种九桌上的游戏 伴随着时代的发展呢 在九桌上的网游戏 成了一种刚需 于是乎 桌游出现了 没错 不要觉得奇怪 咱们中国古代就有桌游了 唐宋时期 咱们中国就出现了一种很有意思的桌游 叫选仙 这种游戏的具体规则呢 已经失传了 但是游戏的道具 有很多传世文物 这些文物呢 被称之为选仙前 其实就是选仙游戏的身份牌 常见的有 诗仙 九仙 齐仙 琴仙 醉仙 散仙 王母 双臣 曼仙 胡中仙 龟鹤仙 拔斋仙 等各品 美品呢 一面为图形 一面是一首 介绍人物身份和人物任务的五言绝句 所以通过这个五言绝句 咱们就能大体上还原 古代选仙前的游戏规则 常见的选仙身份牌 是十枚为一套 这十枚牌身份分别是 王母 双臣 曼仙 醉仙 师仙 拔斋仙 散仙 琴仙 齐仙 胡中仙 王母 大家很熟悉 双臣指的是王母娘娘的侍女 董双臣 曼仙 指的是东方朔 传说她曾经偷过王母娘娘的攀陶 这仨呢 应该是关键人物 根据纯色的身份诗来看呢 整个故事的背景介绍 就是围绕东方朔偷陶 王母娘娘要找到偷攀陶的人 并且需要问董双臣 只有她知道是谁偷的 王母的身份诗是 我有攀陶术千年一度生 是谁来窃去 需问董双臣 董双臣的身份诗是 王母叫双臣 丁宁盛平 攀陶谁窃去 需捉坐中人 东方朔的身份诗 本是真仙女 才为事所高 偶应向天院 三度窃攀陶 集合这三段 这个身份诗次来判断的 这个游戏 应该是好多人参加的 最多需要十个人 然后王母的身份是公开的 上来就说 她的攀陶被偷了 需要找到小偷 双臣呢 就奉王母娘娘的命令 在坐中人中 找到偷攀陶的东方朔 而拿到东方朔身份牌的人呢 首先要保证自己不被发现 然后呢 完成三次偷攀陶的任务 所以整个游戏 应该有三个回合 三回合内 双臣抓到东方朔 双臣就赢了 如果抓不到东方朔就赢了 但是游戏规则 应该没有那么简单 因为其他身份牌的技能 咱们就不明确了 而且游戏中的攀陶 到底指在什么 咱们也不知道 我呢 有一个猜想 一家之言 故写听之 我觉得这个游戏呢 是不是有可能 类似咱们今天的狼人杀 双臣好比是预言家 曼谦呢 也就是东方朔是狼人 然后游戏呢 也有类似天黑寝闭眼 之类的环节 只是改成了 沧海三田第二次攀陶会 因为游戏里几个角色 摆明的就是平民 他们的人物诗 都提到了千年之类的典故 而前面王母的人物诗 则说自己的攀陶 千年一度生 沮丧闲征战 人间认是非 空叫采乔克 磕烂不知归 湖中仙 有时湖内去 去计一千年 荣辱悲欢外 须知别有天 前者呢 是关心烂磕的典故 后者呢 是狐狸乾坤 所以开局应该是正常的攀陶会 大家都有席位 然后大家闭眼 这个过程中呢 东方朔及其同伙 作案偷攀陶 睁开眼 一千年过去了 第二次攀陶会 有个人他逃没了 没有了与会资格 这个时候呢 大家就要猜 谁是东方朔及其同伙 然后呢 东方朔也要找到双臣和他的同伙 争取把双臣他们听出去 东方朔的同伙是谁呢 根据身份诗词 我认为可能是最先 山中图命旅 何座曼飞商 只把千中醉 今宵醉一场 最先的人物诗 和曼倩的人物诗 都提到了旅 而且曼倩偷完桃 带上醉仙偷玉酒 这很合理 那么和双臣一样的预言家是谁呢 应该是拔宅仙 一夕玉皇照 为君攻行城 奋命五云里 拔宅上三清 其他的都是咸云眼和 就这个拔宅仙 在玉地那有观作 所以他也是查案的 其他的人物 比如师仙 秦仙 可能是属于比较有身份的拼命 所以这个游戏呢 最少应该是六个人玩五人举 一个王母 一个双城 一个曼倩 三个平民 王母呢 是上帝视角 只要曼倩偷三次逃 复盘桃燕呢 就只剩下一个曼倩和另一个人了 所以是曼倩影 最多可以十个人玩九人举 一个王母 查案的呢 有双城加拔宅仙 偷逃的有曼倩加醉仙 剩下的呢 五个平民 两个偷逃的 第一个千年可以偷两个逃 即便第二个千年投出去一个 还可以偷一个 到第三个千年再偷一个 三度偷逃 最少可以偷四个逃 最多可以偷六个逃 偷六个逃 那就是稳赢了 偷四个呢 应该是平局 根据一些存世的诗词呢 这个当时的选仙 应该还有很多专业术语 而且还有制投资的环节 比如苏东坡有一首苏慕哲提到 一局选仙 逃属困 孝指尊前 谁向清宵敬 枕心盆 轮欲损 凤驾乱车 谁敢争先进 重五修炎 深醉紧 纵有必有 道了书唐印 欲损呢 指的是人的手指 轮欲损 凤驾乱车 这个应该是制头子 可能是用头子决定发言权 宠武修炎 深醉紧 应该就是说的 是这个 必有可能是一个关键道具 而书唐印 就是投票被投死了 唐印 就是自己的身份牌 投死了 可能还有个称呼 叫道封都 封都是传说中的名界 估计是被投死的人 直接打入地府的意思 游手写选仙的诗 可以作为参考 平额 咸教 选仙图 争道 天公 亦自于 掌印 必有 常占德 更无忧恐 道封都 这个呢 应该是说 自己 唐印掌握的武文 还有关键道具 必有 这就好比是非农洗脸了 怎么说啊 所以这个 盗封都 应该指的就是游戏输了 那么赢了叫什么呢 应该叫战蓬莱 也有两首诗可以作为佐证 秀窗 闲读 选仙图 手抱 头盘 换小书 一致 呼噜 争胜负 几人 蓬倒 几封都 近日 闲窗 读选仙 小娃 争逆 盗盆前 上愁 争战 蓬莱岛 一致成乱出洞天 但是呢 这个也只是我的猜想 选仙的具体游戏规则呢 毕竟还是失传了 总之呢 大家可以看到 咱们中国 其实有着历史悠久的游戏文化 任何事情 都有个度 当闲侠无事的时候 孔夫子也认为 玩点游戏 放松一下 未尝不可 同时呢 咱们丰厚的文化底蕴 也丰富了咱们的游戏 不管是历史悠久的围棋 还是头湖 一或者是选仙 这些游戏的背后呢 都蕴含着咱们的文化和精神 总之将文化运用到游戏之中 在游戏中体验文化 早已是古人玩过的套路 在游戏品类极大丰富的今天 传统文化 就是咱们今天游戏的一个重大宝库 其实通过选仙 我们可以发现 古代的神怪仙侠 确实是我们的文化宝库 将神怪仙侠故事改编为游戏 早在唐宋时期就已经开始了 选仙嘛 这些优秀的文化传统 其实距离我们并不遥远 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 也值得我们在今天 进行发扬和传承 比如在近期 新倩女幽魂 就在中秋和国庆的活动中 加入了很多 研习优秀传统文化元素的 全新玩法 更将投湖 风筝等 这些经典古代游戏 加入其中 也希望带给玩家提供一个 了解优秀传统文化的空间 还有全新国庆节养成戏玩法 从文 五一 三种属性 一步步发奋努力 展现金钟报国之路 这个呢 其实就有点类似 咱们传统的另一种 旗牌类游戏 叫升官图 这些呢 都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 创新式的传承和发扬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新倩女幽魂 对本视频的赞助